這次的題目是三位空間的應用題 在三角比中,相對比較難的題目是立體的情況 因為立體比較難,所以要決每次都只考慮平面 先看看一些例子 有棟學校,它一定是垂直的 所以DC在這裡一定是垂直的 然後它分別有幾點 D點是天台的,正下方就是C 然後在地上有A和B,散落在兩個地點 題目指要拉彩旗 我們想知道的就是想知道A、D有多長 亦想知道D、B有多長 最後,從而計算這兩條線中夾著這個甲角是多少 在我們了解這題前,應該先畫一些點和線 首先有一條直線,D和C 然後就散落兩點 A和B 15米和10米 最後,它跟你說A和B的距離是18米 而彩旗就是由D去A 由D去B 留意一點就是A、B、C是一個水平,即是地下 而那幢大廈就是DC 所以正常假設一幢大廈是垂直的地下 所以這幢大廈是直角 如果這樣看,跟平時我們看到的直角 看起來不太相似 平時看到的直角就是直不甩一個角 但是這幢大廈是我們在正上方看的樣子 在這幢大廈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在某一個定點,只能斜斜地看到它 所以要理解它 就這樣看是很困難的 我們應該每一次都考慮一個平面 正上方看它 例如我設立了一個目標 是我想先計算到A、D 所以要考慮A、D的話 我就應該考慮一個平面 就是紅色的平面 因為它包含了A、D 然後有比較多的資料 所以我就把A、D 用正上方的方式去畫出來 它就是一個直角 就會比較容易看 這個就是A到D到B 而A到B的距離是15米已經知道 大廈的高也寫了20米 所以如果我要求A、D的話 有一個直接的方法 一個直角三角可以用不時定理 可以用三角比 要求這個邊 跟另外兩條邊的關係 最好的方法是用不時定理 A、D平方 等於另外短一點的兩條邊的平方加起來 所以A、D二次 計算完就等於625 那兩邊開方 就會計算到A、D等於25 或者-25 不過不用寫了 然後我會計算到D、B 然後我會計算到D、B 再下方 我會計算到D、B 因為我會計算到D、B 所以我會計算D、B 同樣的道理 這次是考慮另一個平面 要有D、B 要有這條邊 所以就會考慮這個直角三角 這個直角三角 這個直角三角 藍色的那個畫出來 這次是窄D 因為只有10米 所以直角三角 由D去C、20米 由C去B、10米 然後就求B、D 同樣道理 一個直角三角 要求另一條邊 最好的方法就是 B、D平方等於20平方 加10平方 所以B、D 計算完 就是開方 500米 到最後一步 就看回題目 實質上它想計算什麼呢? 是想計算AD 這條線 和B、D這條線 斜面 夾著角是多少 所以當你處理的時候 就要標示那個平面 我們是考慮AD到DB中間夾著角 所以要考慮的話 就要考慮這個平面 包含我們目標的角的平面 斜的三角形 所以我們要畫正上方的角度 就是AD AD 然後AB 然後 就是AB D 把我們有的資料都抄出來 而我們的目標是這個甲角 我們把名字叫做FETA 我們有25 我們剛才計算到500 最後我們有18 在這個三角形 首先它不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你不能用不時定理 不能用普通的三角比 反而任意三角形 我們就需要用到sine formula 或者cos formula 正言公式 如言公式 包含1,2,3,3 哪一隻角的 應該是用如言公式 cos formula 記著每次用 避免混亂 就一定會寫同1格 然後填封 我們唯一有的角 就是我們的目標FETA 所以就填封 好像LT 而他對應那邊 必然是放在這裡 因為這是獅子 這是角色 所以他對應那邊 需要18 18 放在這裡 剩下兩條邊 25 和 跟好 500 就任自己放進去 左邊 324 625 加 500 減去 50 倍 跟好 500 cos theta 轉珠巷 50 開放 500 cos theta 等於 625 加 500 再減去 324 625 加 500 減去 324 再減去 50 再減去 500 所以最後 如果你不想要 cos 的話 就壓 cos 整個左邊 整個右邊 按計算機 就會出到答案 計算到 44.2 度 準確至 3 位有效數 立體圖形相對比較繁複 第一個原因是數字不一定是整數 第二個原因是很多時候要做幾步才能做到最終的目標 不過通常公開試的題目都會把題目分得很小 所以就算你做不到 B 部分 A 部分 可能是畫對應的三角形 用直角三角形的方法也好 用正弦公式 原公式也好 你都會相對比較快計算到第一階段的答案 所以那裡的 3 至 4 分是不能錯過的